金高银金高银1991年生于韩国首尔,四岁十岁父亲莱华,在当时的北京市密云县度过了从幼儿园到初中一年级的十年时光。 金高银在节目Happy Together 3中也是向大家讲述了当年在中国十年的生活。 金高银说四岁的时候去了中国,十四岁的时候回到韩国,是因为爸爸的工作,住在离北京约一个半小时的地方,随后与金高银用流畅的中文与主持人对话,并让人惊叹不已。 金高银还表示,在中国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,学了英文字母,但到了韩国却开始分析文章了,还有在学校外的学习班学习,也吓了一跳,在中国要用钢笔,若用铅笔和圆珠笔,是对老师的不敬。 OMARCHA也是在韩国第一次使用,金高银还自曝自己是放弃数学的人,因此数学书总是新书。 Hiko无贺93年出生的无贺,五个月大的时候就随着父母到北京生活,在北京待了十几年,混过后海酒吧,也算是半个北京老炮。 他在采访里说过,自己平时最喜欢做的两件事,一是打游戏,二是吃中国菜,无贺的中国情节,在他的纹身上可以展现的淋漓尽致,纹身其中包括国宝熊猫,竹子,烤串,青岛啤酒,甚至是传统的左青龙,右白虎。 之前有人问过他这些纹身都有什么含义,他回答说大多数其实没什么意义,觉得有趣就纹了。 这位24岁的大男孩曾分别就读于延级,沈阳和北京的国际学校,精通韩语,中文和英语。 为了追求音乐生涯,他于2012年颁回首尔,郑俊英因综艺节目《两天一夜》获得大众关注的歌手,郑俊英于1989年2月21日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,全家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五年。 以后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搬到了中国青岛,并在青岛生活了五年,曾在青岛第51中学学习过半学期,此后就读于青岛韩国国际学校,并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中国留学时光。 郑俊英17岁时,在菲律宾做传教工作,教当地的孩子跆拳刀和音乐。 他还是当地一个合唱队的成员,并且曾经在菲律宾总统前表演过。 郑俊英在某节目中表示,我从小生活在印度尼西亚,随后在学生时代去过中国、法国、菲律宾和日本等国家,所以我会说韩国语、英语、汉语、日语,菲律宾语就五种语言,真的很有语言天赋啊。